因为它是对称的六边形 我们看见一个物体是自然界的光打到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散射出来的光线被我们人员所捕捉到以后 我们就发现那边有个物体 然后我们的隐形是把一个物体 周围用一个我们的装置包围起来 当光线打过来之后 从物体四周绕过这个物体 并且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入射到我们眼睛中 来一看 我们利用了一种紫色率比较高的玻璃 这种玻璃的话 然后我们又设计了一些特定的尺寸 特定的角度后 然后当光线从特定的地方入射过来后 就能够照我们设计的要求绕过这个物体 那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材质 这个是一种特殊的 折射率比较高的玻璃 我们实现一个光频段的 然后比较大的一个物体尺寸 就是生物尺寸的一个物体的一个隐身 大概能隐藏物体 大概在一个分泌尺寸的一个大小 现在可能就比较不好 再说 再说 再说